主面煮到一半 打火机竟然爆了 这名面电老板的身上好几个地方都受伤 紧急抠来救护车 等到我听到声音的时候 太极着火了 哪里着火 就身体有着火了 当时拍到面电老板不仅手部有伤 头部也还不断的渗血 送到医院全身彻底检查 真是伤很累累 面电老板虚弱躺在病床上 除了灼伤 两手的神经和手经也断了 因为打火机自爆 当下老板吓了一大跳 往后一退 还撞破店面的一大片玻璃门 老板娘回想当时真是措手不及 她说就在这个锅炉边 原本老板正在煮牛肉面 怎么知道右边口袋的打火机 突然发出爆裂声 还整个烧起来 有可能是因为打火机离锅炉太近 才会自爆 其实面电才开张第二天 就发生打火机自爆 只好暂停营业 面电老板恐怕得养上养个好几天 姐公于德台中采访报道